初期最大的比賽就是40別 十個國家十二對比 伊尼越南 泰國 日本 有非洲有歐洲 我是泰國 這台就贏三顆才會進去 因為那個分數 一顆腳一千塊 你只要贏了 只要贏了再講贏了 OK 沒問題 OK 所以這支球隊是你贊助我 對 我帶了20圈子 就是台灣剛開放嘛 那時候都已經在國語公眾 他們喜歡足球 然後我就組織個足球隊 然後我們在工地 然後在整地 然後就 就是玩玩足球 一玩到很多工地的 或者工廠的 一放假 就是每個禮拜天 就聚集在一起 就是 欸 哪邊有足球隊 讓你做比賽 我們那時候 我們足球很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那種人 也不是負責 親戚也不是 也不是同一個國家 因為他看到我們 會有很多疑惑 很快樂 他很高興 可是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 要到哪裡 得到什麼 這樣子 如果沒有球區的話 我有很多看到 就是他叫我去 喝酒 喝喝喝喝一喝 然後吵架打架 如果真正的球員 假設是在場內要吵 幹嘛 他一定會擋住 我想讓那個 我的球員 去哪裡都 就不會怕 不想那個台灣人 看我們是 做壞這樣子 沒有幾個讓他們 覺得我們是最好 我覺得是有俗小 我們辦的不管是台灣盃 或者是我們這一次的 移工世界盃 受到很多的移民工朋友的 一個支持跟歡迎 大家不同的 這個國籍的一些 再來來台灣工作的 這些朋友 大家可以一起 來到這個土地上 這樣子的來交朋友 互相認識不同國家的 足球的風格 其實真的世界 蠻有趣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夠在這個 台灣的這個土地上 他展現他自己 屬於他自己的 足球的運動風格 不管你的國籍 不管你的膚色 然後就是在這個運動場上 我們就是因為足球 然後我們就都一樣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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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祝福